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艾塔罗 我是Era 今天呢 要帮大家占卜的题目是 年底前 或者是过年前 你们会不会见面 然后这个占卜呢 是没有时间限制的 所以你随时打开的时候 都是可以 以你看到的时间 然后往后推到过年前 或者是年底前这样 那我们等一下会抽出 就是你们年底前会不会见面 然后以及见面的情况 然后用字卡 隐隐图卡 然后来说明他 见到你时的内心情况 然后还有你们之后的双方 情感发展 OK 准备好了吗 那请 你们闭上眼睛 心里想着 你要占卜的那个对象 她的名字 她的名字 她的样子 和她的声音 你们之间 你们之间 你们会不会见面 你们会不会见面 想好的人呢 就可以睁开双眼 眼前有三个选项 分别是选项一 选项二 选项三 Ara今天准备的选项呢 是米开朗基罗的画作 的牌卡 米开朗基罗呢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雕刻家画家这样子 我之前甚至还有到意大利旁边的梵蒂冈 去看她的雕塑作品 圣伤这样子 但到了现场发现真的好远哦 你要拿一个超大的放大镜 望远镜或是相机 你才会稍微看到 所以其实现场看并不是这么的清楚 比在书本上 或是电脑上 都还要 不显眼这样 请大家看牌卡的时候 凭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 如果有些人对画作有了解的 不要过度解读 因为这只是 我放在前面给大家做的选项 那这个牌卡我都是现场抽的 然后所以我在抽的时候 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意义 那等一下占卜的牌卡 也都是现场抽的 所以会抽出什么我也不知道 OK 如果这三个选项 你都没有感觉的话 请不要硬选 因为有可能这支影片 里面的讯息可能不是要给你的 那就请你去参考其他的影片 那有些人呢 可能一个以上的选项 都很有感觉 真的选不出来 已经反复的进行领想了 还是选不出来 那你就可以两个选项都看看 因为大众占卜有可能你要的讯息内容散布在不同的选项里面 OK选好了吗 如果还没有选好的人请按下暂停 我们要开始来解排咯 首先选到选项1的朋友 我们先为你抽出 年底前你们会不会见面呢 今天你就给我们排卡 年底前选项1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见面 直接挑一张 选到选项1的朋友 年底前看起来呢 大部分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真的是非常非常专注在工作里面 所以你们之前可能很少见面 是因为有一方都是很专心在他的工作里面 然后他必须要把他的工作呢 很专心的完成 完成了以后 他才会比较无后顾之忧的去考虑见面的事情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牌组里面 中间这张 两个人真的相互见面 中间带了一个孩子 所以很明显的就是选到选项1的朋友 你们过年前或是年底前 见面的几率非常的高哦 因为当他把他手边的事情忙完 过一段落之后 所有事情告一段落 那就会和你见面了 然后只要你们当中有人 就是为这件事情 发出一个督促或是邀约这样 所以选项1的朋友我觉得看起来就是你们在年底前是非常有机会可以见面的 那只要把双方自己手上的工作或者是事物处理完这样子 然后这个见面呢我看起来就是真的 真的忙碌的人真的要先把手上的工作做完了 那不要一直想着说那先见面东西丢在后面 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见面的机会比较不大 双方都必须先把手头上的工作或是忙碌的事情先处理完 处理完之后呢双方就比较会有机会去见面 然后有一个比较互相深入了解的一个发展这样子 那有些人呢因为可能是就是疫情的关系可能真的很久没有见面了 然后所以也会在这个时候 有机会然后在所有的事物告一段落的时候可以见到 那我们接下来抽一下隐隐兔卡 就是你们见面时候的情形 那他是怎么想的呢 他见到你的第一眼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没有见过面或是真的太久没有见到 那我们来抽出就是他见到你的第一时间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为你抽出字卡隐隐兔卡 他见到你的第一眼 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遇到你是多么幸运 所以看起来就是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或是这一次重逢的时候 看到你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很幸运可以看到 可以认识你遇见你 然后他觉得他是那个很幸运的人 就是如果可以认识你的话 这样子 所以相对的 你在他眼里就像这些闪耀的星星一样 他想抓住这个幸运 抓住这个星星抓住你 OK那我们继续来抽出就是你们见面时候的情况 这是如何呢 我觉得选到这个选项的你要问的这个对象 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就是事业工作比较忙的人 所以有些人你们之间有可能是同事啊 或者是在同一个工作领域 那你们见面的话有可能都在谈一些就是各自专精的事情 然后或者是这段期间没有见到面 那你们各自都在做什么呢 然后在聊就说 例如他的工作他会告诉你说 那他这阵子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有多忙多忙 然后所以没有空去和你联络 或者是和你有太多的相处 因为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前臂八 前臂八 全张 前臂七 前臂七 都出到一样的牌耶 所以在你们这次见面的时候 然后反而还是会聊很多 就是他过去他这阵子 你没有见面的时候他在做什么 有点像是把过去你们没有相处的时间 然后失去的那段时间 他反而是告诉你 你不在他身边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或者是你你也会告诉他就是 他不在的时候 你你自己做了哪些事情部分 有点像是和让对方互相的了解 然后自己的生活圈 然后自己从事的行业或者是事情 然后把双方这一段没有相处的时间 然后透过语言言语 然后和对方做个确认 然后交流 让双方都更了解彼此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抽出就是 你们见面之后的后续发展呢 双方情感的发展 或是朝怎么样的方向 哇一直掉牌了 稍等我一下 掉牌了我需要剪一下 好的情感发展 这组选项的 这组选项的我觉得你们再见到面之后呢 可能双方真的都对对方很有感觉这样子 双方都会觉得说 对方好像真的就是 你理想的那种另外一半啊 然后就是很想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关系发展 然后在这边看起来的话就是 之后的感情发展啊 可能就是女性能量 阴性能量比较重的这边 然后他可能会是做一个比较 独促这个情感发展的关键角色这样子 然后很多事情可能要靠 阴性能量比较重的这一方 然后去做一个联系啊 然后做一个互动 因为有可能阳性能量比较重的那一方 可能都是比较 这有点像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那种感觉 就是阳性能量的都是比较在外打拼 或是很专注在工作上 然后所以在情感上的连结呢 大部分都是要由阴性能量的这一边 然后去做一个两个人之间的交流连结 然后或者是安排这样子 但是这边看起来的话 也是阴性能量比较重的这一方呢 也是可以担当起一个这样子的角色 这样子 然后也蛮愿意去做一个维系双方感情的这一个动作 这样子 OK那以上呢 就是给选项一的解排 那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Ara的影片呢 请不令帮我订阅按赞 然后或者是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那如果有什么想要问的题目呢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给Ara参考 那之后Ara就会依照你的建议 然后录制影片 OK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谢谢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是选到选项二的朋友 你们的解排 那Ara呢会先抽出 首先我们先抽出就是 年底前你们会不会见面呢 会不会见面呢 我觉得这边看起来呢 选到选到选项二的朋友 年底前你们 就算见面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对方可能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要忙 然后对于两个人一对一的见面 然后看起来比较不像这样 有点像是 如果你们两个人年底前要见面的话 可能真的比较像是在一大群活动 或者是一群人约出来 然后一起见到的 比较不像是一对一的见面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在这边看起来 感觉就是你选到选项二的人 在年底前啊 你们的见面几率看起来比较没有这么的高 这样子 然后就算见面的话 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像是 有点像是见到面 但可能没有打到招呼 也没有讲到话 因为这一次你们就算偶然遇见 可能也不是为了对方 出现的这样 有可能是你们是共同出席某一个演讲 共同出席某一个聚会 或是聚餐 同学会 但都不是单独和对方约见面 而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选到选项二的 如果你们真的会见面的话 我觉得见面几率大概也只有20%左右 这样子 因为你们的见面 因为这看起来就是 以不见面来讲的话 是因为你们双方应该都知道 各自有要忙的事情 或是有一方 其实有点故意必不见面 所以选到这个选项的 如果你知道对方可能真的 本来就有点躲着你的话 那你应该就知道 你们年底前应该不会见到了 那有些人是 虽然 不会刻意躲避 但是也不会刻意见面的人 因为有些人可能有共同的生活圈 那共同生活圈的人呢 你们年底前的见面 那真的就是因为 借由其他的事务活动关系 然后而见到面的 然后这个见到面 并不是你们两个人之间刻意为之的 所以见到面的几率 看起来大概只有20%左右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一样会抽出隐隐兔卡 就是他对于你们这个 假设要见面情况的话 他是怎么想的 就是如果 那个20%不小心有打到照面 那他的心理是怎么想的呢 好的 因为一抽这张 想停止爱你 但做不到 我必须要在这边讲一下 如果有些人是有点在暧昧关系 或者是曾经是恋爱关系的人 那你们因为某些原因 如果离开或是断联的 那他抽到这个是因为 如果在人群中 遇见的话 其实应该说 他遇见你的时候 他内心还是会有某一种激动在的 他依然会记得过去 过往之间的互动 之间的关系 所以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 毫无波澜 但是他的内心 其实已经翻起一片涟漪了 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看就是 如果那20%的人见面的话 那会是什么样情况呢 那我也会依照牌去看一下 如果没有见面的话 有可能是什么情况 OK 这张怎么一直出现呢 如果有些人就是那20%见面的 或者是说 有些人本来就是有共同生活圈 然后而见面的人 那你们之间的见面呢 就会有点就是 看双方的互动 如果你保持一个很有礼貌一个距离的话 那他也是呈现同样的一种态度 那如果你表现得很热情的话 那他也会用相同热情的方法来回应你 所以全部仰赖就是看你们双方当时 当下对彼此的态度会是怎样的 那如果有些人如果不主动 然后不热情的话 那表现出来的话 你们之前互动就会有点像是 顾左右而言他这样子 可能话题都会围绕在一些 和双方都没有关系的事情之上 那有可能会聊 假设你们今天是在一个演讲遇到的 那你们可能就会依照这个演讲话题说 对今天的演讲谁讲的不错 那这个经济效应怎样怎样 就是你们都会聊一些就是其他的事情 然后这个事情和你们两个人之间 并没有情感上的连结相关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话题可能就是会有点都是绕着 其他的事物在走 而不是关于两个人之间的情感上互动 就是双方其实对于这一个互动 都是有点小心的这样子 但是又有点想要有稍微一些互动连结 那接下来我们来抽一下就是 不管有没有见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你们之后的情感发展会是如何呢 抽到想象二的朋友 奇怪今天抽这副一只吊牌 我必须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连结其实还是很深 双方其实对方或者是你 因为大众占卜请你依照自己的情况代入 都还是很在乎对方的 有可能是你在乎对方 或是对方其实内心很在乎你 然后你们这个在乎呢 双方可能都没有讲出来 然后有点放在内心 然后但是你们内心彼此又觉得 有点像是那种知己的感觉 但这个知己双方都没有说出来 觉得说心照不宣 那你知道我知道 那这样就好 或者是甚至说 你们也不确定对方知不知道 但是都在内心 有可能是他或是你 都在内心暗自的觉得说 对方就是the one 就是那一个对的人 或者就是你命中的像是灵魂伴侣的那种 那种那种感觉 然后双生火焰 就是你们会觉得 对方是了解你的那一个人 但是却都没有说出口 或是他觉得你是了解他的那一个人 或是和他心里相通的人 可是他并没有说出口 然后之后呢 你们对于情感发展 其实你们也没有设太多的 设太多的那个叫什么 规定规则 然后会觉得说 顺其自然的发展 不设限啦 就是你们对于未来的发展 其实并没有设限 一切随着感觉 关系走 能走多远 然后能尝试什么 大家都没有去规范 会觉得 有机会的话 大家会继续互动 继续相处 然后都可以试试看 会希望说之后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都不要带有成见 然后希望就是勇敢的就是向前迈进 然后尽可能的多一些互动 如果某些情况感觉不排除的话 就是可以快速的加深关系 那我这边有看到另外的现象 我另外提一下 不是所有人 OK 那有些人可能是过去有肉体上的关系 但是可能没有 互相没有承认 那就会把这个关系 就是把这个身体上的关系 就是 虽然有发生 但是情感上 大家却都没有很勇于的说出口 因为不确定对方是怎么想的 是只想要肉体关系呢 还是想要就是也有感情上的连结 这样 然后来我这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 选到选项二的人 有可能 你们在之后的情感发展 可能会很快速的 突然就是 被对方吸引 相互吸引 然后突然就是 直接跳过 友谊 然后 恋爱的阶段 直接进展到 就是肉体关系 的人 也有可能会选到这一组 这样子 所以就是有可能就是 你们见面了之后 突然一发 不可收拾 两个人就相约 身体上的交流 OK 那这个就是选项二的解采 那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如果喜欢Ara的影片 请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然后 如果有想要提供的题目 也可以留言在下方 让Ara做个参考 谢谢 我们下次见 接下来呢 是选项三的朋友 我们今天的解采 那我们先为你抽出 年底前 你们会不会见面呢 年底前 你们会不会见面 选项三的朋友 这边看起来的话 你们年底前 也许有一方 比较积极主动 想要邀约 想要见面 可是另外一个人呢 可能真的是有自己的打算 然后 没有回应 这样子 所以 如果 想要见面的话 我觉得真的 可能真的只能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后说 因为有些人可能是有工作上的连接 或者是金钱上的连接 或者是真的有某些共生关系 例如 我爸爸在找你 那你有空要不要来一趟 这种 就是听起来很冠冕堂皇的理由啦 但事实上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除非要讲一些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后 才比较有可能见面 然后 不然的话 我觉得 在年底前啊 过年前 你们基本上应该是 见面的可能性不大 或者是有些人 可能是同学 那可能就会说 教授找我们两个 有事情要说 这种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然后就好像听起来 不太能拒绝的理由 才有可能见面 大家请自行套入 就是你们的状况 或是行业这样子 就是 要见面的话 除非是 其中一方 找一个很冠冕堂皇的理由 才有可能见面 那不然基本上的话 我觉得其中一方 应该在躲避 另一方 那至于 谁是躲避的那个 那 大中占卜 请自行套入 这样子 我这边看起来的话 比较像是 阴性能量的这一方 就是比较女性化的这一方 是一个 比较积极主动 想要约对方 见面的那一个人 这样子 然后 阳性能量 比较重的这一方 可能真的就是 处于一个 比较 逃避 疏离 然后或者是 暂时还不想 见面的一种情况 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对于这个 不会见面的 情况 那对方是怎么样的 想法呢 因为不管见不见 我觉得就是 我们现在抽出的 就是 对方对于 见面这件事情 的 想法 看法是怎样的 他的内心想法 抽出印尽卡 你给的 不是我想要的 所以这边看起来就是 为什么 想约见面的那一方 然后另外一方 却不愿意 回应呢 你看他 这个是兔子 这是肉 你给了一只兔子 一个肉 他当然就是 不会过来啊 所以套用在 生活中 其实 可能你 你每次 和他 讲的理由啊 或者是 想要约他的事情 或者是 你真的想要 付出给对方的 或者是 你安排的 人生规划 和他想要的 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他对于 见面这件事情 的想法 可能就会 比较想要 逃避 这样子 因为看着 这张牌卡 这个人眼前的 八只杯子 都倒光了 他已经就是 这些都 已经不是 吸引他 让他想要的东西 他想要朝远方 走去 就像这只兔子 一样 都跑掉了 所以他对于 见面的想法 是属于一个 他比较想要 躲避 逃避 避开 和你有一些 互动 就是见面沟通 的想法 因为他可能 也不知道 该怎么做 或是该怎么面对 或是该怎么说 那我们来抽抽看 接下来看 你们双方的 情感发展 接下来的情感发展 会是如何呢 又吃他 见鬼怎么一直说到一样的牌 这边看起来的话就是你们这个双方的之后的情感发展 可能还是短时间还是蛮多问题要去克服要去处理的 然后看起来就是虽然有一方一直比较不愿意付出 会是有点逃避的状况 可是呢另外一方还是非常有耐心的 愿意温柔等待耐心的前进试试看尝试 然后短时间还没有要放弃的迹象 因为会觉得说继续努力的话继续尝试看看 反正没有损失 因为只要你愿意去试了那就没有损失 而不要说什么都没有做到时候后悔 而且甚至比较主动的这一方也会觉得说 我都努力到现在这样这么久了 如果这时候放弃的话不是很可惜吗 说不定真的只差那一两步 那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了 所以看起来呢短时间 另一方可能不会 比较被动的那一方不会太主动 可是主动的这一方呢也不会放弃 他会继续的有耐心的等候 然后让被动的那一方就是看到自己的努力付出 然后让他知道说不管你在忙什么东西 那至少我在这边 然后我也不想给你压力 那当你忙完愿意回过头来的时候 会发现对我就在这边这样 然后我觉得努力的那一方啊 比较积极努力的那一方 持续付出之后到了最后 有可能双方可以迎来一个比较互相 互相就是对等的沟通 因为另外一方会看到你的付出努力之后 久了也会觉得说 那他是不是也要给一点回应 终究可能会给到一些回应 我们再补一张牌 我们先看一下 最终就是被动的那一方 被动到最后 他看到主动的人 一直付出一直努力 那他也会被动的人 也会从他所窝在的那个壳啊 洞穴走出来 走出来试着去回应 回应主动的这一方 然后会去表达说 那他现在之后的想法 那双方应该要怎么样的做 才会是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 然后或是结果 那这边我看起来的话 反正短期内感觉 如果单纯要以爱情情感方面来发展的话 可能暂时是没有的 那逃避的那一方 就算出来讲的话 可能比较大的可能性 比较是想要讲清楚 说明白 然后因为他 你给的不是他想要的 他想要 有一个比较良好的互动 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的谈 那如果两个人对这个价值观 彼此有共识的话 那才有可能就是继续后续的发展 这样子 但是到最后至少说 对方会愿意出来 讲清楚说明白 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 必须在同一个起点上 才有可能继续发展 相处下去 不然只有 其中一方 一昧的付出 但是另外一方想要逃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所以选到选项三的 你们的问题比较是处于说 你可能要给对方一些时间 然后当对方就是真的准备好 想要谈的时候 那你们就是要了解一下 彼此之间的共识到底是什么东西 而不是一昧的付出 然后另外一方 反而就是被迫的逃跑 OK以上就是给选到选项三的解排 那希望ERA的影片有帮助到大家 那如果喜欢ERA的影片 请不吝点帮我按赞订阅 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 然后有些人如果有建议的题目的话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那ERA以后会作为参考 做大众占卜的题目 希望有帮助到大家 谢谢我们下次见